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家人的爱》 欢迎收听《做家人的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支持文化部影视局自播补助的节目 节目60集将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播出 欢迎您与我们空中相见 《做家人的爱》我们邀请在台南十年以来 一直在为弱势劳工服务的爱心行善团的这些团员 那么这些团员他们默默的到目前为止 已经做了261个案例 他们默默的付出让社会大众看见的 也成为劳工非常非常好的典范 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是大台南总工会的副理事长 陈美静 陈副理事长 美静姐你好 你好 我记得我们在今年的大年初五的时候 曾经跟着我们美静姐 还有我们几位工会的理事长们 我们去做敞勘 通常一个修散案子 一定是先敞勘之后做评估 评估之后排时程 然后动员整个工会 我们排整个今天要来做修散的一个流程 那么那天其实我们先到南区 之后到家里 又到麻豆口 然后又跑到后壁 最后到了友营 其实从早上十点开始敞勘 一直到下午两点才结束 真的大家非常的辛苦 最后大家的决意是说 没有问题 我们很辛苦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在等着我们 为我们准备一碗 热热的 给大家一个非常问心的抚慰 那个人就是谁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团里面的大姐大美静姐 美静姐其实我们都很喜欢你 所以今天你来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是以这个想了解一下 什么是大台南总工会 来请教你 您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工会的性质是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大台南总工会 它原来就是台南县总工会 县市和平以后就改大台南总工会 大台南总工我们的底下就有产业跟职业 然后有201个工会 就是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基层劳工 办劳教 或者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 或者是有对工会的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TTQS各方面都可以来 然后由大台南总工来辅导 所以其实您刚提到的老教就是老公的教育 老公教育 所以其实他蛮注重的是说 老公在现在这个顺习万变 实在中再成长再教育 实际上这样子也是让他们的今天 未来就业或现在就业 其实有更好的 能够赢得一个生命的本钱 那另外你还提到TTQS 大台南总工会的TTQS的政绩 不错呢 真的很有荣誉感 其实所有的成员 大家都很认真很努力 真的 因为总工会是不一样的 现在只有台湾市就有五个总工会 那因为大台南总工会 也是在我们王机长的手下交给我们 了解 那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讲到 做工行善团的时候 其实大台南总工会是很早就跳进来 成为团队的一眼 也可以这样讲说 那是我们公家来拨抗 市政府其实有做了一个 我觉得让大家拨抗 让大家可以做的这种 非常重要的实质效应 可是大台南总工会 我在书写跟揭露过程中发现 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拨抗 我想请教一下 当时是怎样加入这个做工行善团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跟劳工局 我们有直在慰问的那个访谈 直在慰问访谈 我们必须到直在家庭去 直在家庭去的时候 我也是那个里面的一个成员 了解 然后去的时候真的有时候 你看那个直在受伤的人 那个整个家庭真的不是可以 一个人倒全家都倒 对 真的是 不是可以形容的 对 整家庭好像穿打到 对啊 我就觉得你形容那句话真的很好 又说一个人因为倒下来 所以全家完全生活失去了 另外一个是 真的也没钱 只有为了生活 所以其实劳工局还有我们这个工会里面的 直在慰问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 暗夜中的一盏明灯很重要 也不是很大的帮助 可是也是真的是一个起头 至少是看到 因为至少还可以用得到 对 还看得到这样子 所以你在哪一次直在里头有这么深的感触 应该是在归人一见 他因为说做好工作 做好工作 然后买收拾 然后去楼上 就是说天真 你所有的应该是泥水的 他也是泥水达人 是 他因为工作好了 然后跟他老婆从四楼下来 下来的时候发现他有东西没拿 都已经要撤走了 结果他自己跑到楼上 他老婆在楼下等他 结果爷为四楼天真 笑得乱 你知道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难过非常难过 对对对 光去慰问的时候就眼睛就红 就觉得他已经静着了 不再来想 我再来看看 都看好了 够那一步而已 对 就会涨下去 对 那所以你去看到他们的家庭的状况是 就是他有两个女孩 那两个女孩也是一个人 后来公司也是有让另外一个女孩 回来家里 可以在家里上班 在家上班 他顺便照顾一个比较弱势的妹妹 了解 所以因为这样的植栽看过太多之后 所以当王局长他觉得 好像大台南总工会 可以倒上钢做修缮的一些 你们就义不容直跳进来 对 我回来的时候就跟王局长讲说 你看一个植栽个案 影响整个家庭 是 那真的是很难再起来 我们是不是有办法 然后王局长就说 劳工姐没有很多的钱 可以去协助 就跟木工商量 就跟王城哥也在讲 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达人 那是不是可以来可以来协助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木工也起了头 但是木工也有很多 他说有技术的先铺 要帮忙很多人就对了 所以你们就开始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大台南总工会 第一个参与的是哪一个案例 第一个参与的就是在 何顺国小好像 那时候我看到你们开窗 何顺国小有 那时候你们就开始了 那时候是帮他们协助他们窗户什么的 了解 那其实应该这样说 如果因为我们在整理 我们修缮团的大世界的时候 何顺国小算前奏曲 对 第一个 那他算是前奏曲 所以整个正式的爱心行善 我们的修缮团的第一案例 你们就已经参与了 所以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目前大台南总工会 帮忙的是哪些的品项 哪些的内容 哪些的品项 大部分就是说 我们去的时候看看 而且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一些 希望我们学制的 比如说人力的协助 或是各方面的协助 这样子 了解 不然就是要想办法去 怎么去把这个讯息传达 整合人力 整合人力 整合money进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 也透过美金节 真的有很多好的资源进来 就是你要做钢 就是要有材料 材料总是要钱 真的有许多人 默默默默的这样的捐助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是我发现 其实美金节也整合了 蛮多的企业家的邀请 然后把钱进来 还很特别 有些企业家就是千交代 万交代 跟美金节讲 讲什么呀 说你万交代 开台会 以后你万交代 我要资 你还不过千万 不能跟 说我有关 了解 所以真的 我也跟各位亲戚朋友讲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好几位企业家 捐了非常多钱 可是呢 他们就是千求万求 就说不行 我们的企业 还有我的名字 一个字呢 都不可以把人爆出来 所以可见 其实这个社会里面 爱心的人非常多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大台人总共会 目前投入这个修缮团的 整个人员 还有他的时间 大约有多少 人员 现在像我们修缮的团队 就是有340个左右 然后一减的就有200 左右 了解 我说在总数加起来 也有500多位 对 所以这可以写一部红楼梦 真的很庞大的 而且我觉得 他们在整个修缮的过程里头 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 很好的敬礼 那这样子一个 大台人总共会 在这个修缮的这个过程里头 那其实呢 参与的人 您觉得 你都 只有特地有都交 你这样看修缮的心情 跟修缮的感觉 你感觉他都是迫着什么心情 来参与这个爱心的活动 其实大家都有一种心态 就是说 将心比心同理心 就是说 这种 如果协助他们 就会让他们觉得减轻很多 很多他们需要付赤的 因为没赔他们也没人吃 但是他们也很认真 在修缮这台 在赤三天 看他们的心 很欢迎 了解 对我们也从这个美金姐呢 她其实几乎是从第一场参与到现在 我们说的两百多场 她呢告诉我说 不知道呢 我听她自宫 大家看都在笑 刚刚美金姐有提到一句话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 如果没赔 真的都没赔 但是呢 在假日的时候 你觉得说 我有能力呢 可以帮助许多人 而且是心甘情愿 而且是带着欢喜心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一群 努力的十年多 到现在还继续在努力的 做工行餐团 他们呢 每一个 我觉得像县世菩萨一样 带给我们社会最好的正面教育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跟美金姐谈谈 她与她的大台南总工会 谢谢